你看看这个画 这个画 这个不是什么日本服饰会啊 它全都是梵高的画作 其实梵高所代表的这个后影响派 无论是从造型色彩还是鼻杵的 都受到了日本这个服饰会版画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 但这种影响呢 还真不是一开始他们多崇拜日本 而日本卖给西方的不少瓷戏呢 都会用这种服饰会的废纸给包起来 结果西方人拆开一看 我去 这个好玩意儿啊 这才逐渐成为这个风潮 问题是这陶瓷不是China吗 怎么还被日本人给卖起来了 你看啊 这是我年前在上海看到的一个展啊 这拉丁字母都往上画啊 有一次呢 我在土耳其那个托夫卡帕宫啊 七拐八拐 想去看的最深处那个国宝 结果一看 它是以明朝永乐嘉靖的这个瓷盘子 其实这一系列的边缘呢 都是从唐朝就形成起来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果 哪怕是明朝海进 但是私下这个商品流通从来没有停止啊 也形成了一系列跨文化的融合艺术 因为这个瓷戏经呢 加上路途遥远也有大量的那个船只沉默 所以物以惜为贵嘛 在西方呢 中国的工艺品呢 一直都是这种顶级的奢侈品 在众流的这个油画里面 你也能看出来它去彰显了这个主人的奢华 因为瓷戏的六人太高 导致中央的伊朗 隔壁的日本啊 都开始有样学样去制作这种相对三五的山寨玩套丝 这才导致后来啊 日本包瓷器那废纸 成为了日本的这个文化输出 但这个时候呢 日本人才明白 哦 比起东师校品来本土的文化才是最好的宝贝 问题是呢 就算是服饰会 它源头也是综合了中国年画小说插画去本土化而成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 我们有很多从西域传入的这种艺术啊造物 比如说我们这些佛教造像 源头呢 都是希腊化的前陀罗雕塑艺术 再比如这个啊 宝林灯啊 它那圆形就是源自我们建筑房顶上的一个架构叫造景啊 你看这一圈一圈的 上面会有不少这种叫宝像花的能量 敦煌这边就有好多 是典型的一种西域中亚传过来 本土艺术和外来文化的一种结合的产物 中国呢 从西域获得宗教 西域也从中国获得历史 你看玄奘那个大唐西域记 就是世界研究印度历史的一个至高权威 你可能不知道印度的古代历史 一大部分都要从中国史书里去追寻 你看史记里面就记载 印度那边就从东南亚转首去贩卖四川丝绸 薛阿泛发财 所以你看中国这丝绸衣服更是西方世界的潮牌了啊 但是咱们那不是那种马上民族 衣裳非常华美 但是裤子吧 很多人都会穿一种开裆裤啊 俩裤腿 叫裤啊 顽裤子 一那个裤啊 非常轻松凉爽 这次呢 我的老朋友九木王就把这个酷和现代男装结合 以宝像花图现代化设计 形成了一个跨文化产品 这是远赴巴黎 有着21年的这个海上四十路 以及今年的盛世中华两次大秀 九木王作为真正的国潮呢 继承了中国和世界有的联系啊 在这个时代 让我们的美在此登陆世界顶级舞台 你看短短的一百年啊 从东方的华美变成了万物以西为尊 这也不怪在别人 而是呢 我们对美的传承好像出现了一种断档啊 我们对未来的追求出现了一种迷茫 其实真正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未来 是我们衣食住行 都可以自信的出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吧